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妹妹勇敢捐赠肝脏 接受肝脏移植手术 让她重获新生 而兄妹手足情深 也让万芳医院的医护人员相当感动 在家人与万芳医院医护人员的陪伴下 56岁的患者曾先生切下蛋糕 庆祝重获新生 曾先生因为罹患肝硬化末期与肝癌 甚至出现肝脏病变的症状 急需进行肝脏移植 不然生命就会发生危险 索性与妹妹的肝脏成功配对 妹妹也相当勇敢地捐赠肝脏来救哥哥 这样的兄妹情深 让万芳医院的医护人员相当感动 那后来我看到我的大哥的肝脏病变 我看到了 然后我就在急诊室跟我大嫂说 跟我大哥说 那时候我大哥已经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捐 我说出口 我就说我捐 然后我就接下来的 你说心态也好 说真的 一个傻镜啦 一说没有动过这个手术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呢 是天犬之人 在我看了 因为在我评估的过程当中 我意外的发现 他们的基因 六组基因 就是三 这六个基因是百分之百相同 在我们的基因学当中 父母亲生出来之后 兄弟姐妹之间只有25%有这个机会 他们居然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组合 一切的这个因缘剧组 在理副院长 还有大院院长 还有所有的团队 为我们这么大一个阵仗 那说真的 我只是就躺在上面嘛 这样子 但是你们是这么极力的 这么细心的 这么呵护的 照顾到无微不至 我说真的 这个比乐透还 哇 我跟着真的是很难中啊 真的 那我觉得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让我们圆满 谢谢 谢谢 这是万方医院完成首例活体肝脏移植 医疗团队全力以赴 过程中也不断鼓励家属 医护团队的温暖与贴心 让患者曾先生与家人获得很大的支持力量 于是接受移植手术 希望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刚好我 这王妹妹 她非常有勇气地说 她愿意见你 我真的心里觉得 我何德不能 会这样 又碰到一个理不愿长 这么热心的人 然后整个生活平复之后 我愿意来试一下 这没什么问题 让这个获利肝脏的 让我们这边的文化医院 能成熟发展 然后我之后看了照片之后 我会说 原来为了我这一个获利肝脏 我这个团队好像一个连队一样 哇 那照片看 哇 满满的都是人 我都吓一跳 我说 哇 真的真的是非常感谢 真的 谢谢那个 那个理不愿长 然后那个 还有宋宋宋宋医师 这样子 那之后我现在的那个 恢复的情形就是 就是现在只要伤口方面 微微的引动而已 那其他部分的话来讲的话 还OK 那就是因為他的肝硬化這麼嚴重 加上有肝癌 所以我先生又有肝擾病變 所以我小姑她看了之後 她很捨不得 她就主動說她願意捐肝 因為她要讓大哥活下去 而且她說她跟我說 她夢見了我過世的公公 那我就很感動 那我們就在雙兒醫院的介紹之下 我們來到了萬芳醫院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到萬芳醫院就醫 我們跟李明哲副院長也都不認識 可是我真的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醫生 她看到我們這樣子 然後急於請她幫忙 她就是這樣盡全力 而且她都用那個最極見的態度 最極見的速度來幫助我們 真的很感謝大家 然後來到萬芳醫院才知道說 真的你們對病人的照顧 真的是這樣子是第一流的 因為9A的每一個護士小姐 然後護理長 然後也很親切 然後呢再上說這些藥師 然後復健師 還有呼吸治療師 來到我們的病房都不止一次 就非常的關心她 就連宋醫師在星期日的時候 看醫生你們平常工作那麼辛苦了 然後她在星期日還特別去加護病房 看我先生的病情 然後禮拜日又來到普通病房看我先生的病情 真的讓我真的覺得 萬芳醫院你們每一個醫生 然後每個護士都很好 所以感謝萬芳醫院 然後呢 然後今天知道說 這個院長願意為了我們 然後開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然後真的很謝謝大家 對 我會告訴我先生說 我覺得這條命醫生們把你救回來了 那你有一個新的開始 我覺得我們要用接下來的生命 再去影響更多的人 我們可以跟 就是跟你講說 跟他們講說 如果跟你有相同情況的病人 要鼓勵他們不要放棄 今天對萬芳醫院來講 是一個歷史的一天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發生在八月二十三號 八二三 我想這個日子也是對萬芳醫院來講 是一個里程碑 那首先在這邊 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團隊 在理副院長帶領之下 大家發揮合作的團隊精神 那完成了這麼重要的一個手術 那我知道在這個手術當中 其實有很多非醫療的人 也非常的投入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這邊特別感恩 就是我們這個增加的這個家屬 還有朋友給非常大的一個 精神上的支持 那在初期的時候呢 譬如說我們必須要有精神科 心理師 社工師 能夠參與來評估 這些捐贈者受診者的狀況 是否符合做移植手術 因為這一類的病人在移植完之後 必須要終身服用藥物 所以必須要對他們的身心狀況 能夠有一定的了解 那才能夠讓他們去執行 再者的話因為它是活體移植 所以涉及到法律的問題 我們也必須要透過倫理委員會的 這一個審查 認可之後我們才可以執行這個手術 那訴訟的話呢 所動用的人就更多了 不是只有外科醫師 進行房的三班的照顧 24小時不間斷 那醫生們必須要照顧 護理人員必須要照顧 在中間的話我們會不斷的抽血 甚至必須要給予輸血 還有特殊的藥物的使用 所以再再來呢就顯示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醫治手術所動用的資源 幾乎是請全院之力 在所有醫院當中的各個部門 都必須要來參與的 所以他說他看到了連隊 其實坦白講不是一個連隊 幾乎是一個失了 第一個我們要先送到醫院 然後呢我們遇到一個好的醫生 那他判斷出來之後 他一定會跟我們做詳細的說明 好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做出一個選擇 那當然如果說不同的病 有不同的治療方法 那醫生可能會跟你討論 那你就是做一個好好的選擇 那我先生呢 他是 他也不是說放在肝癌方面 剛才的治療方法有很多種 但是他都不適合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是肝硬化已經是末期了 所以就只有肝臟移植這條途徑 那以前我很偷偷的觀念 我都覺得 好這是很嚴重的手術 然後我真的覺得危險性很高 很害怕 可是後來我又想想 我覺得醫生都這麼有信心 他說我都準備好了 那我覺得我們還怕什麼呢 如果你不做 那當然也是就只有這樣子死掉了 那我真的覺得 如果一個這樣的醫生 他都願意這樣來幫你們了 然後要活著的是我 所以身為我先生的最親近的家屬 就鼓勵我先生說 對 我們一定要做 然後像我這樣子照顧他 這樣的辛苦 我覺得有需要的話 有這樣的一個家屬 我也可以去安慰他們 給他們支持的力量 再來就是說我們要做更多的好事 像我們是不能像醫生有這樣的技術 可以去醫治人們的病 但是如果說我們看到有病苦的人 然後甚至說好 像我比較 我有一個心願 像我跟我先生可以去幫人家祝念 因為我覺得是累積福報的事情 然後我希望說 當然這樣子是覺得 已經說是為他們好 可是我最後是覺得說 希望能夠累積這樣的福報 然後當我走完人生最後一層的時候 可以就是他們再來就是幫助我 然後我希望說接下來的人生會更順利 而患者家屬希望藉由這個親身經歷 呼籲民眾定期篩檢 注意自我的健康 同時也要鼓勵所有患者與家屬 勇敢積極配合醫生的治療方案 不要放棄任何希望 感恩能夠獲得重生的機會 未來也將積極助人累積福報 達成善的循環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再帶你來看 位在京華街一帶的原台北行務所官社 歷經三年多 投入超過兩億元的經費修復 以老房子文化運動計劃 媒合營運團隊 保留原有的建築風格 打造榮景時光生活園區 引進了養生體驗 餐飲文化 及親子友善等15個品牌進駐 讓民眾妙飛日本 感受到濃濃的日式風情 日本和太古振奮人心的古生 為園區揭開序幕 位在京華街一帶的原台北行務所官社 歷經三年多 投入超過兩億元經費修復 以老房子文化運動計劃 媒合營運團隊 保留原有的建築風格 引入民間力量修復活化文化資產 打造榮景時光生活園區 也是現有老房子文化運動 硬體的修復 其實剛才更重要是 將來怎麼去長期營運 這才是最困難的地方 那麼 台北市到現在為止 所謂的老房子運動 有22處 當然已經有一些是相當成功的範例 包括陽明山的美軍宿舍群 這個是目前被看到最完整 我覺得這一棟 因為它交通相當方便 它在三個決運站的中心點 包括古丁東門跟中間紀念堂站 因為在交通上面的便利 還有這個 有達到一個經濟規模 所以我事實上 純粹從都市警官的角度來看 我預期這個地方一定會大賣 那事實上我們這個公司協力是這樣 因為我們台北市人 允許廠商修復的費用 可以從房屋稅、地價稅、租金去抵掉 那這樣我也用這個方式 讓我們台北市到現在為止 只有22個老王子運動恢復 那預計在年底前 還有兩處會在修復開幕 那這個地方是這樣 它從過去就是所謂的溫柔町 一直到溫柔町 所以包括我們台北市的文化局 跟台灣大學也有簽合作備忘錄 目前正在做一個最後溫柔町的整個整體規劃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高樓大廈之間 也保留這種有懷舊風味的建築穿插在裡面 我想可以讓台北成為一個更有文化的城市 所以宜居永續城市 這我們努力的目標 那今天就算開幕了 再來就拜託大家一起努力經營 因為這個要什麼樣的店家要進來 怎麼經營 其實這還是大學運 所以就繼續努力大家加油 1905年建成的原台北行務所 作為台北監獄的前身 是日本政府在台北城外第一項大型的公共建設 2013年登陸台北行務所觀設為歷史建築 2016年有部分因火災焚毀 市府投入一億四千多萬元進行修復 並沒和營運團隊再投入五千八百多萬元 以榮景時光為名 打造適合全年齡民眾共同體驗的生活園區 我兩年前站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想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要能夠做到什麼 我昨天我這個這兩個禮拜都在這裡 我昨天看到非常多景象 讓我非常多非常的感動 第一個是我看到很多肢體障礙的朋友 知道坐著他的輪椅車來到這裡 我也看到孩子 媽媽推著孩子 不用坑坑巴巴的推著他的娃娃車到處去 那這裡可以提供到這兩件事情 讓我非常的感動 那再來還有一切的感謝 其實要從文化局開始 從市黨這邊開始 因為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 民間有再多的力量 再多的金錢 再多的投入 其實很難回饋 還有我們跟居民如何的共榮共好 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 我真的要感謝一下 我們在做的這幾個品牌 為什麼呢 因為有他們 我們才能夠讓這裡發光發熱 真的從零歲到99歲 從毛孩子一直到 任何你需要我們服務的地方 我們都會想盡辦法 讓這裡的居民 或者是來的遊客 能夠達到 他來到這裡的墓地 那稍微一個小故事 前兩天 樹 因為颱風 一棵樹不小心跌倒了 那個老樹 那來的人跟我講了一件事 他說你知道嗎 這一間有曾經 這間麵店 有來過誰 吃麵的 有成龍 劉德華 林青霞 他說 我說我來不及參與 我說我都不知道 他說那這個是居民 然後他還從新竹的山上 我來一棵樹 種在那裡 他還告訴我 跟我說他種在那裡 我等我去跟他講 你這麼多故事 我可不可以請你來講給我聽 你來告訴我們 我們過去來不及參與的 他說好啊 我非常熱意 還有一位告訴我們的建築師說 我曾經是住在161號的居民 這裡的種種過去我們來不及 但是我相信 未來我們會讓這裡更發光的發熱 老屋 新店 共創榮擠 謝謝 那我們一居股份有限公司是成立於2018年 那至今為止我們其實都是一直樂於打造一個全新體態的一個長照服務 讓養老這一件事情不再只是存在於老年人 就像這個園區一樣 像我們剛剛前面白智信長介紹的一樣 零歲到99歲是我們希望去打造的 也是我們一居一直以來一直在嘗試去做的事情 而榮景時光是我們一居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第一個樂林生活園區 那真的非常感謝各位這麼多人來今天參加這個會議 那特別感謝我們的台北市政府科市長 然後我們的文化局的各位長官們 還有我們各位營造團隊建築師們 一起努力打造了這個園區 也就是大家努力今天我們榮景時光 才可以以這樣子的形態跟各位見面 那也希望以後未來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榮景時光 也在我們為我們的後面這一些同仁 我希望可以為所有一切為這個園區 做出貢獻的人可以給他們一點掌聲 文化局表示預計今年底台北市將有22處老房子對外開放 原台北行務所官社群 未來將與鄰近區域的緊盯日式宿舍群 周邊林務局局長舊宿舍等日式房舍文化資產共同串聯合作 創造文化台北的散策新路徑 形塑台北的新美麗 記者李希惠 台北報導 HOME PLUS 中家寬評在地影像賠利與針劍計畫開始囉 即日起到12月15號為止 豐富獎勵 等你來拿 詳情請下中家新聞FD粉絲團或掃描針件簡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必知為恐怖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下末秋涼好時節 團圓共聚賞月圓 紅式甜品其分享 歡度佳節好時光 月圓仍團圓 台北市衛生局邀請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的營養師 分享烤肉健康飲食 以及選購食材的小PayPal 另外也針對室內月餅製造業 食品材料行 超市及餐飲店家等 進行應景食材抽驗 結果驗出11件產品 農藥不符合規定 培根香腸等高油鹽加工食材 正是中秋烤肉的菜肴之一 搭配烤肉醬 重鹹口味刺激明珍味蕾 但很可能您的這餐熱量就爆表了 也攝取過多的食鹽 如果又沒有均肝搭配 就會導致膳食纖維量攝取不足 影響健康 因此北市衛生局邀請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營養師 分享烤肉健康飲食 及選購食材小Table 快樂烤肉當下也減輕負擔 那第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選用低油鹽的一個食材 那當然我們其實在整個飲食裡面 是希望大家的飲食 都可以均衡的攝取 所以像玉米、地瓜、馬鈴薯 這種鮮骨跟筋類可以多多食用 避免精緻的一個澱粉 那當然肉類的部分的話 除了肉類以外 其實海鮮類 甚至我們還有豆製品 都是屬於高蛋白的一個食材 那當然在烤肉過程之中 這邊也舉例我們常應用的一些蔬果 那可以在烤肉過程中 把它搭配進去 那當然在最後也不要忘了說 會補充一些水果 像柚子和火水 也都是當季的一個蔬果 來增加我們纖維的攝取量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在處理的過程之中 要正確處理 可能食安康 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個 當然蔬果的部分 我們是要用清水 讓我們去做清洗 那當然如果是可以 浸泡個10到15分鐘 然後再沖洗 這樣是最好的 但是另外一個要提醒 冬秋節其實天氣 氣溫還是有可能會高 那尤其在烤肉過程之中 我們把肉類跟海鮮呢 如果是沒有適量的一個溫度保存的話 其實都會容易造成細菌的滋長 所以我們會建議呢 就是海鮮跟肉品要放在保鮮盒 儲存在冰箱內冰存 那最好是分批適量的取用 因為有時候好多時間一長 一直在陽光下鋪在 容易造它的一個變質 那最後的話就是 我們盡量就是少吃加工食品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是用原食材 例如說瘦肉片、鮮蝦、雞腿 來取代已經加工過的 那種購買香腸、培根之類的 來達到我們就是 少吃一件高油、高鹽的 一個加工食品的一個目的 那第三個配方呢 就是我們蔬果建議各辦 其實現在大家飲食習慣都蠻常 摄食一些生菜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烤肉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準備一些美生菜 或者是羅曼生菜 來捲一些烤過的肉片 或者是青包菇 那當然也可以是加入一些青蔥跟洋蔥一起烤 那當然雞肉跟豆干的話 其實跟香菇、角白筍、彩椒這些 來做蒜燒搭配都還蠻好逼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蛤蜊的部分 那常常我們會跟絲瓜 或者是用金針菇 用鋁箔澤方式包著烤 那其實這樣做吃肉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可以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攝取 那第四個部分就是少辣多鮮 剛剛有提到 其實在醬料的使用上面的話 我們還是要多多的一個注意 所以其實在這一次的話 我們營養師開發的一個鮮豬沙沙醬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食譜設計 剛剛有強調吃東西還是以原食材為主 所以在食譜設計上 我們還是用原食的食材 來做所謂的一個醬料的一個製作 那當然它的一個含辣量的話 它只有市售烤肉醬的16%而已 可能大量減少緣分的一個攝取 那你們如果仔細看的話 這個醬料除了來搭配肉類以外 就是你拌生菜、沙拉 這些都是還蠻不錯的一個口味 那當然在喝飲料的部分的話 也盡量避免金針糖類的一個添加 或者是飲用 所以我們就是利用鮮果的原始的一個甜味 來做我們的飲料的一個調味 所以推出一個鮮果冰磚飲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你還可以再添加一些 比較有膳食纖維的一些食材 或者是蔬果進去 然後可以增加腸胃蠕動 那最後一個的話就是在月餅的選擇上 我們其實月餅的部分 除了要留意它的製造日期 或者是保存期限外 那如果它是完整包裝的食品 它外面都有營養標示 那你們可以透過營養標示 來選擇適合自己的一個產品 那當然我們現在一個月餅的熱量 大概就是500到600大卡之間 那在我們其實會建議說 當我們在一個餐後的點心 一般我們營養師都會建議在300大卡左右 所以這樣的一個月餅來講 事實上如果自己一個吃一個 它的熱量都是超過的 那我們還是建議中秋節不免吃月餅 但是跟親友一起分享 那吃完月餅跟烤肉之後 也不要忘了要運動來消耗多餘的量 也因為有助於腸胃的運動 那這次以上 營養師對於我們中秋節烤肉 跟月餅吃用的一個定義 而中秋連假民眾也不免外出聚餐 衛生區在室內月餅製造業 烘焙專賣店 超市及餐飲店家等 進行應景食材抽驗 總計抽驗101件 有11件產品檢出農藥不符規定 那這次總計抽驗101件的產品 那其中有11件都是蔬果 它的不合格的項目是 農藥產業不符規定的部分 不合格率是11% 那這次101件的商品 剛剛提到 有二十三件跟中秋月餅相關 包括月餅 雞肉碰 蛋黃酥 或者是鳳梨酥 或者是烘焙餡料等等 那有70件是常見的烤肉的硬體食材 那剛剛有提到 肉類 海鮮 蔬菜 加工品 然後豆干 米 雪糕 那當然還有四件是醬料 還有四件是烤肉容器菌 那依照它的一個產品的性質 來做不同的檢驗項目 那這一次11件產品中 都是蔬果殘留不合格 其中包括芹菜跟青椒菜各兩件 那甜椒 白蘿蔔 白薑果 青花菜 還有就是芥蘭菜 檸檬跟米豆各一件 那我們看了一下這些產品 它的一個來源都還是來自於外縣市的種植 所以我們已經依所來源的一個所在地的部分 以請所俠的縣市衛生局進行後續的調查 那如果經查證署時有農藥殘留不合標準的部分 就是依據我們實安法第15條的規定 同管第44條儲心盤幣6萬元到2億元的一個法環 那這邊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就是在選購月餅的時候 還有就是禮盒的時候 那還有我們深陷食材的時候 還是以幸運良好的一個店家來進行購買 那當然盡量購買就是完整包裝跟標示的一個產品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要提醒 因為其實廉價的期間在購買食材的時候 都會量會比較大 所以包括你的儲存溫度要特別的注意 讓人潮在7度C以下 那一般熱存食物的話是60度C以上 都可以避免一個基菌的滋漲 那大概也可以保存它的一個一個品質的部分 另外抽菸醬油醬料類項目 也發現有一件標示茶盒不符規定 提醒消費者在選購產品時 要注意標示與製作存放環境 避免花冤往前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國產文旦進入盛產季 加工 加工等產銷措施 設置企業團購預售平台 藉由企業號召力提高銷售量 對農民他面對的更多的看天吃飯 颱風 暴雨 淹水 旱災 甚至各方面全球都滾燙燙 他們面對的很熱的天氣 都要在很辛苦的去把一年一次的 利利的用紙 利利辛苦 怎麼去種得好 而且就要看天吃飯 還要看對方的臉色 真的很辛苦 所以說我站在農家子弟 我很覺得說 敬一分的心力 也被企業敬一分的責任 所以說我聽說有這個活動 我不太一步農子 我很高興的來參加 我們農民很辛苦 種出這麼好的柚子 事實上我們台肥公司 也是供應很好的肥料 我想很好的肥料 然後結合我們農民很好的種植技術 那種出這麼好的柚子 我想這是值得我們所有消費者來品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想 在今年我記得二月的時候 我們記得那時候還有一個鳳梨世家 那我印象中我們那時候也是共襄盛舉來幫忙把這個鳳梨世家出去 那雖然我們後來現在我們弄一個平台就是把這些我們的這些農產品給消費者 但是後來台肥公司我們也用一個平台 因為很多後來發覺說很多弱勢團體他真的沒有辦法享有享用這些這麼好的一個農產品 那後來台肥公司就是把這些我們幫忙農民的這些農產品 然後透過一些通路把它到我們很多偏鄉的一些小朋友上面的一個 甚至他們很多人搞不好從出生到長那麼大都沒有吃過那個鳳梨世家 所以他們很多臉書把它放在他頭上的時候我們都非常感動 那所以說上個禮拜有聽到書裡面會裡面有這個活動 我想台肥公司也一步從此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離中秋節剩兩個多禮拜 怎麼把所有辛苦的農民一年就有一收的文旦 把它賣一個好價錢 這個絕對是農委會的責任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在過去所有農產品 那只要有一些產銷的相關的議題 其實我要非常感謝所有在座 以及許多的企業的共襄盛舉 你們做ESG或做社會企業 可能花五十萬一百萬或一千萬 其實這樣的一個金額對所有的農民幫助非常的大 各位可以跟各位報告 過去所有這幾年 我想我們書長這邊非常的辛苦 我們月署張書長也非常辛苦 我們還有迅募處 我們所有的農漁區產品 就只有一個目標 絕對不能讓它的價格低於成本 所以我們不只做了產銷調節 當市場有時候不歸咎於農民的時候 政府更要大力的出手 我舉例來講 今年就是因為中秋離白路只有三天 所以一般農民都在白路上下採收 可是如果在那時候再採收 那絕對來不及中秋節送給所有的消費者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的七公噸 七萬公噸的全國的文旦產量要來行銷到國內外 那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所有的措施裡面 現在的外銷已經快五百公噸 我們希望再兩個禮拜達到三千公噸 那外銷有載走 它的產地市場就會有不斷的來維持一定的價格 那我昨天到花蓮那現場 那我們有一個外銷業者跟農民五公斤裝的 買的一個價格非常的好 而且它本來是要六千箱三十六公噸 那我說你可不可以一百公噸 他說沒問題 那這樣的話我們的產地價格就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可是不只這樣 大家知道那個文旦又其實有可以做不同的分級 我們昨天在華臉辦了一個記者會 文旦其實是A級果一定要給消費者 可是比較大果的 它可以做很多的精油 它可以做其他的果肉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裡面 農糧署本來預定目標是兩千五百公噸去做加工 可是我們現在至少會到三千四千或五千公噸去做加工果 如果市場上如果有加工果在收的話 那它更會有價格的支撐點 那其他的優質果 A級的就是要來透過我們所有的內銷 所有的通路以及各位的企業採購 來提供給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所以加工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內銷 那內銷裡面首先真的感謝各位 那不只各位的今天具體參與這樣的記者會 也跟各位報告 這幾個禮拜 所有的企業共箱盛舉 我們現在透過農科院 那獲得的企業訂單是十三萬箱 一箱是十斤 未來會朝二十萬箱的目標來前進 這二十萬箱 我們絕對保證會直接到產地跟農民採購 而且價格絕對要比產地價格更好 讓農民的這樣的辛苦一年一收的 有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保障 那除了這個我們的所有的企業訂購以外 我們各大通路不管全家不管加熱湖或全聯 都大力的在賣我們的文蛋 那這個部分其實如果消費者要購買 除了到這些實體我們還推了電商平台 全台灣所有的電商平台業者也配合農委會 那我們裡面有非常好的優惠 國內各大通路也推出促銷活動 有滿五百限折一百元活動 也有抽好禮加碼抽農油券項目 歡迎民眾來享優惠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這樣的企業的這樣的認購 都是從社會企業從ESG的角度 企業他們是要來協助農民 這特別感謝所有的企業界 那第二個我們所有的文蛋的產銷 長期以來本來就是受到許多我們企業的喜愛 因為台灣的農業區產品品質非常好 尤其是在過年過節更是送禮的一個最好的方式 那第三個我們這一邊有收到至少五六十家以上的企業 要再來訂購我們的農產品 那我們當然會把這一股力量 透過我們的產銷調節 維持好一定的價格 所以企業的採購其實是共創了三銀 他讓我們的企業可以達到ESG或者是社會企業的目標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社會企業的採購 可以讓包括文蛋等農魚序產品 維持一個很好的價格 更重要的是農民只要價格高於成本 他就會在我們這塊土地上來耕作 達到農業永續等三銀的目標 我們前幾年幾乎沒有外銷文蛋到日本 去年四十六噸 今年目標絕對會超過好幾倍 那執行的部分我請署長跟各位報告 是在兩年前我們已經中斷了二十幾年沒有出口的 這個日本市場的文蛋是因為要出口日本的話 必須要做十二天的低溫 要一度吸以下連續十二天 然後經過檢疫官檢查合格才可以出去 所以成本很高時間很長 因此中斷了二十年 前年我們市辦跟台南市政府還有跟馬多農會 第一年十三公噸 去年四十六公噸 今年到目前為止我們現在才文蛋開始採收 我們已經收到六十六公噸的訂單 那我們要朝一百到兩百公噸之間的這個目標來前進 應該是很容易可以達成 因為過去兩年在日本我們所做的廣宣 已經獲得很多日本人的了解 同時他們也知道文蛋是秋季的水果 不是中秋季當成的水果 所以我們會在白鹿之後一直到九月底十月初 我們還會陸陸續續來出口到日本的市場 我想非常感謝麥當勞還有摩斯還有義美等重要的食品加工業者 他們都很樂意的來採用石斑魚當加工的原料 那麥當勞目前還在研發當中 我們還有更多的其他的食品加工業者 會積極的採購我們的農產品 比如說我們的漢堡王要用我們家鄉的紅豆來做成我們的牛肉漢堡 這些就是表示現在許多國際的大廠 因為全世界的原物料高漲 因為現在的可能的船運成本也在提高 再加上像我們陳桂光董事長講的氣候變遷 正在影響的全世界 所以這一些重大的食品廠 為了確保原料的來源 都積極的開始使用我們國內的相關的農產品 如果有一定的進度的時候 我們會很快的來對外說明 所以感謝提醒那個中秋節要吃蚊蛋 但也要記得考食斑 蚊蛋富含膳食纖維 維生素及礦物質 不僅是中秋節應景水果 也是適合日常使用的時令水果 農委會邀請消費者中秋過後 也能持續支持國產 記者溫君臺北報導 漁業署結合全台20多家漁會 產銷班與市場等漁民團體 推出了近百祖的國產優質水產品 提供民眾中秋節稍好食材 與秋節禮盒的新選擇 三 二 一 請揭開我們的禮物活動 哇 張春 張明華 營會饗宴 請現場給我們帶一切熱情的掌聲 迎接中秋節的到來 為了推廣國內優質的水產品 農委會漁業署特別舉辦 中秋海鮮饗宴推廣活動 漁業署署長張志勝 特別和餐廳主廚黃景龍 利用電烤盤來示範燒烤料理 運用台灣雕 石斑魚 白帶魚 竹甲魚 做出一道道的美食 烤魚真的很簡單 記得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魚肉 不要過度的調味 第二個就是抹醬 只要抹一遍就可以了 這我大不知道 抹醬也要抹一遍 對 因為我覺得魚肉很容易熟 對 容易熟 所以這個非常的方便 因為我們要吃到那個魚肉的鮮甜 鮮甜的味道 當然抹醬就不要抹太多 這個是和風燒烤醬 也是我們龍師傅特調 對 感覺我們署長就是常常有在下廚 很熟練 對不對 對 因為想要吃魚肉就要自己出來 對 好 就這樣子抹一層就好了 抹一層就好了 對 然後吃魚吃肉也會有菜咬 對 所以會帶一點像這個紅甜椒啊 蔥段啊 或者是金針菇等等 確實沒有錯 所以看到甜椒也可以看到這些蔥 蔥段 還有洋蔥等等 哇 味道就非常的豐富 感覺很健康 而且呢 色香味俱全耶 真的很棒 家裡有長輩或小朋友可以吃 裡面就是用非常多的這個白菜 然後還有一些焗烤醬 那最主要是用我們國產的台灣雕 雕魚肉放在裡面 其實它跟白菜的口感是一樣 那再來這個在家裡焗烤的話呢 就是我們在電烤盤下面可以焗烤 但是上面呢 你要有一點焦的焦化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噴槍 稍微給它噴一下 對 讓它有點焦化 或者是直接可以放入這個烤箱裡面去烤 但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一個動作 要讓署長來完成了 就是把這個新鮮的巴西粒末呢 可以把它均勻的 對 直接灑在上面就可以 對 對對對 我這邊有一個手套 對 你看一下 看看我們署長 真的是平常有在下廚 對 而且很均勻很有美感 對 有紅有綠 然後最主要是白菜的這個營養 跟我們這個台灣鯛魚的魚肉啊 整個結合起來 對 魚業署這幾年來跟我們相關的單位 我們把這些漁民團體漁會 甚至 有漁業的農會 我們都把它串連在一起 那在中秋節這段時間 我們就推出了很多的商品 尤其是配合我們中秋節 國人一般習慣就是烤肉 烤肉這樣的禮盒裡面 有很多漁產品水產品的組合 那各位等一下也可以看 我們這次組合了24家的漁民團體 包括我們的漁市場 都推出不同的組合 那整個商品 將近100樣 將近100樣 那推出這樣的組合 最主要是 水產品真的是人類最好的蛋白質來源 那台灣又有很多很好的水產品 包括海洋捕撈的 包括我們養殖漁業的 那這些水產品都可以供應給我們的國人 除了糧食的安全以外 其實對提升我們國人的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那那個魚的很多好處 我就不用再一一重複 真的是過去中秋節烤肉 那現在烤魚 或者是不一樣的商品這樣的組合 其實讓大家覺得過中秋節是非常的有趣 團圓 合家團圓又非常的有趣 那今天我們在這些水產品裡面 當然也有考慮到說 要讓消費者知道說 我怎麼樣去那個 我怎麼樣能夠去烤的很好吃 然後讓這個水產品能夠體現出 它本身很好的營養 還有很好的風味 所以我們今天也特別請到我們那個台菜王子 我們講龍師傅 龍師傅 我們合作過很多次了 那我們每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 都會學到幾樣的技術 有時候在家裡就可以用得上 那就覺得大家不要再覺得說 買魚是很複雜的事 也不要再覺得說 要判斷那個魚新鮮魚火是很複雜的事 那有時候買到說是不是買貴了 那我們這一次 這些漁民團體所提出 所提供出來的組合裡面 其實裡面有不同的組合 那魚的新鮮度絕對沒有問題 那個從養殖池 或者是從捕撈開始 我們對鮮度就有做相關的管控 那我們這幾年來也提供了很多 我們這漁民團體去新設一些加工廠 或者是我們冷鏈設施 就是希望這個保鮮的部分能做好 那現在再加上現在宅配的技術都非常的進步 所以消費者拿到手上的時候 你不但是說這個鮮度沒有問題 而且營養非常的好 還有一個就是漁民團體非常的貼心 這些水產品在產地 三去三清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到你手上的時候 只要花很少的時間 馬上這些產品就能夠來烹調 就能夠來烤 就能夠來煮 所以馬上就能夠來食用 這是我們這幾年來一直在推的 很方便可以買得到 用手指按一按就可以買得到 另外一個就是很方便就可以把它煮 煮魚不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那另外就是吃起來非常的健康 中秋節也快到了 所以我們金融區一會推出一個中秋禮盒 送我們自用兩箱魚的 我們裡面有國產的兩條絲斑魚 還有兩條五載魚 兩片台灣雕 更加上我們現在當季盛產的小鹼 送一包小鹼 當季盛產這個時候最夯的小鹼 買一盒禮盒送小鹼 載配到家一千兩百塊錢 其實像國產的一個釣魚片 它沒有刺 所以它很適合跟一些像白菜 來做一個焗烤的模式 那裡面可以搭配一些健康的菇類 或者是一些新鮮的小番茄 然後帶上一些像健康的起司等等 然後用焗烤的模式 不僅家裡的長輩或小朋友吃的是非常健康 而且最主要是沒有刺可以安心的使用 今年在這個豬家魚來做一個燒烤的部分 可以把豬家魚它的這個內部可以搭配一些食蔬 例如洋蔥啊或者是蔥段或者是炒過的杏鮑菇 那再來在燒烤的時候呢 可以在單面做一個烤肉醬的一個塗抹 然後保持魚肉該有的一個鮮味 那最重要呢可以用現在時令的這個中秋的柚子 吃完的這個柚子皮啊 可以把它刮一些柚子皮 灑在這個烤好的竹甲魚上面 可以更增添許多的果香喔 這次的推廣活動結合20多家漁會 漁市場等漁民團體 推出了近百組的國產優質水產品 漁院署指出 民眾只要透過漁業嘉年華買魚去平台 動動手指各類燒烤的食材與中秋禮盒 都可以直接宅配到府 平台也正式導入了台灣配 並推出滿額折底等多項好康優惠 那這邊有一個好消息來跟大家分享 那為了給消費者能夠有一個很方便多元的支付的方式 那土地銀行和漁業署合作 那我們推動了在GoFish買一去官網 能夠用台灣配來做一個線上支付 那這個支付能夠 而且從8月22號就要即將上線了 那為了配合慶祝這個GoFish官網上面 台灣配的一個上線 那我們特別舉辦了一個 GoFish買一去 用台灣配滿千折兩百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是土地銀行主辦 那當然還有財經還有其他的八大公股行 過來做一個協辦 那總回饋金額有到55萬 剛剛土銀的兩千里已經講到了 我們這一次也引入台灣配 那從下禮拜開始 只要買一千塊就會送兩百塊 但是這個有限量的好像是有限量的 所以手指要快 手指要快要趕快從我們網站上來買 那第二個當然配合我們農委會現在推出來的 中秋節吃文旦吃石斑 所以我們配有農油券 只要消費滿六百塊 我們就有每張兩百塊的農油券 那這個有三十萬份 那消費者如果買了以後 你就有機會來抽 那當然在我們的網站裡面還有更大的優惠 就是我們鼓勵很多公司 行號 團體 你能夠來買 如果買一千份的禮盒 還會再加上一百份 那當然最重要的很多消費者 說我只買一份怎麼辦 買一份也沒有問題 我們這一次的整個活動裡面 就是免宅配費用 就是免宅配送到家 那這個就是配合這一次整體的活動 能夠提供最新鮮 最好吃 然後最健康的食材品給我們的消費者 秋天是吃魚的好季節 漁業署推薦經濟實惠 又營養滿分的國產水產品 是今年中秋燒烤與送禮的最佳選擇 歡迎民眾多多採購 以行動來支持台灣漁業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 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 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花揭幕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貼固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 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 看看新聞來源作者還有日期 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小月圓 紅式甜餅其分享 歡度佳節好時光 月圓人團圓 疫情似乎又略回生 又帶你來看這個中秋節快到了 但是這個燒肉店的業績似乎是不受影響 去年中秋檔期餐廳內用約八成 外帶約兩成 今年的中秋檔期內用 預約電話是詢問不斷 業者就推出了外帶組 預估這個內用會突破九成 外帶預估會再成長兩到三成 和牛在考盤上考得知識作響 中秋節快到 但疫情似乎又回溫 民眾到餐廳用餐有顧忌 但又不想自己準備食材 決定到燒肉店買外帶組回家自己烤 這個是牛肋煎條 以及牛小排 那這個是豬梅花以及豬梅花心 那這個是當日的蟹牛西腿肉以及雞松板 那還有我們相當受歡迎的牛五花 那是否中秋檔期我們推出了吉尚牛順河的外帶燒肉組合 那肉量呢重達了1.2公斤 吃得到牛雞豬等十種的食材 那每份套餐呢也都包含了這個泡菜 美生菜以及就是燒肉醬還有昆布鹽 讓民眾回家自己烤呢還能做食材 變化搭配非常的超值 業者搶在中秋節展店 窗外就是無敵海景 滿滿一桌食材 有牛肉 雞肉 豬肉 一整個套餐任憑顧客挑選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看看 因為其實光看他整個套餐的整個份量 還有整個肉質 我覺得其實都還是算是一個 蠻經濟實惠的一個選擇這樣子 如果不想要自己這麼的麻煩 要準備這些烤肉的器材 烤肉的食材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我覺得以這樣的價位 有這樣的品質是還蠻不錯的 180度的海景搭配燒肉美食 自助式的吧檯飲料 中秋節還沒到 定位已經達到八成 相較去年的疫情前後 今年業績大幅上漲 預估今年的內用 渴望突破九成 外帶預估也會再成長二到三成 疫情的虛緩下 目前我們這個定位的狀況 大概來到了八成左右 那預計中秋檔期會超過九成 那同時在外帶的部分 也預計會同步著成長兩到三成 隨著疫苗覆蓋率變高 民眾恢復正常生活 但疫情稍微回溫 業者不敢大意 推出中秋外帶套餐 延長用餐時段到凌晨四點 就是要拼翻桌率 全力搶工 收入市場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中秋節快到了 金融郵局匯集了民眾的愛心 募集到329盒月餅禮盒 由金融家福中心轉交給受福住家庭 另外更與台灣郵政協會合作 贈送了140盒月餅禮盒 給服務無家者的人安 及關懷長者的華山基金會 希望在秋節前夕 讓弱勢民眾都能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精彩的越野車特技表演 為這項公益活動揭開序幕 為了讓弱勢民眾也能開心過中秋 金融郵局在i郵購平台募集 知名月餅送愛款禮盒 結果獲得民眾熱烈迴響 共募集到329盒 將由金融家福中心轉交給受福住家庭 金融郵局為了關懷弱勢的家族 善盡企業社會的責任 支持中秋佳節即將到來之際 特別將是i郵購平台募集到的 維樂山丘的愛心禮盒329盒 要轉贈給弱勢家庭 在此要特別感謝金融家福中心 他將愛心的物資分享給真正有需要的人 對於金融郵局方面的愛心 金融家福中心相當感謝 讓經濟弱勢的家庭也能感受到 中秋月圓能團圓的幸福 非常感謝金融郵局 他們每年其實逢年過節 都有來幫忙我們一些家庭 能夠增加一些過年的氛圍 尤其在今年這個中秋節 是在好幾個月之前就告訴我們 他們來募集一些這個月餅 然後讓我們的孩子跟家庭 也能夠吃到圓圓滿滿 然後也能夠過一個好期 我們這次應該會發給我們的家庭 將近600戶 將近600戶的孩子都能夠分享到 這樣的社會大眾的愛心 金融郵局方面 另外也與台灣郵政協會 一同捐贈月餅禮盒 及趴趴整給照顧獨居長者 及街頭上無家者的華山與仁安 兩大社福機構再進行轉交 活動最後由油務士騎乘電動摩托車 從國門廣場出發 將部分愛心物資直接送到 賭居長者和弱勢家庭手上 讓今年的中秋節 充滿了愛與關懷 記者張綺藤金融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青森電臺 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中秋節快樂 我們再會 下末秋涼好時間 下末秋涼好時間 團圓共聚少月圓 同事甜點其分享 歡度佳節好時光 月圓仍團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要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 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